但实际的体感温度只剩下8度而已 我们来看到尤其你是骑机车的话 体感温度还会降更低 假设是时速50公里的话 体感温度剩下0度 60公里体感温度就是-2度 -2度是什么感觉呢 像是今天马祖连江线的体感温度 真的就只有零下3度而已 你知道这波寒流我们一直都说再冷 再冷 台湾人是不耐冷吗 不是 连在台湾的南韩人都说 这波寒流是真的冷 因为他们认为在台湾的10度低温 几乎就跟韩国的3度一样冰冷 确实天气太冷了 连大家都不太想出门 而就算出门去开车 还遇到这样子违规邻庭 用人肉挡车牌 也难怪这些驾驶会生气了 来看到高雄的大顺路 之前发生有民众开车违规邻庭 遭人录影检举 但画面中的街名女子 她就直接的站在她车子的后面 挡住车牌 为的是不要让检举达人来拍摄到 那么双方一度还爆发了口角摩擦 警方现在还是能够以这些关键画面 对违规车主进行聆听开发 我们再来看到这段画面 这是小偷看准时间 专偷正在外送的外送员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看到这是花莲东大门夜市 当学一名外送员 他就停了车要去取餐 就这样短短的路程 建民男子看到了 他趁机的靠近车辆 然后把他放在车上的零钱包偷走 那么等到外送员回来时 发现零钱包走就不见了 小偷怎么就会看准外送员 去送餐取餐的时间呢 我们询问不少外送员 他们说有时候真的是因为 觉得只有下车一下下 或者是当下要取的餐点过多 没有办法拿车钥匙拿一堆东西 就只好把钱包先放在机车上 真的没有想到很短的时间内 也会被小偷盯上 到苗栗的这名卖家 他是委托货运行 寄送了一组二手的陶瓷刹车 买家拿到货的时候非常傻眼 整个外包装已经破裂就算了 二十万的货品也受损 他气得要提高卖家诈欺 但卖家也喊冤 他说我出货的时候明明就有问题 正是运送过程出了状况 反映给货运行只愿意赔三千块钱 其实依照现行法规 如果是高价商品的话 你是可以缴交报纸的百分之一 当作报纸费的 所以最高赔偿至少是可以来到五万块钱 那一下就质疑了 货运行怎么当初什么都没说呢 目前都还在厘清整件事情 双方要对簿公堂 损失可大的是接下来这位观众 他是花了好多时间 终于订到昂贵的二手陶瓷刹车 等到拿到时 这二十万价值的刹车整个被摔烂 到底该向谁来求偿呢 我们来看 而这到底有没有行车安全上的问题呢 这被民众拍下 这是国道有嘻哈吗 因为在国道上面 前方的这台休旅车 就像这样子不停不停的上下晃动 好像装了弹簧一样的Q弹 就像国外的跳跳车一样有的比了 那么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一般的车开在平坦的道路 应该不至于会这样 我们实际拿给专家来看 原来是你这台车的避震器早就坏掉了 但你却没有发现 直接开在国道上 虽然一般行驶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长期开车下来 一旦需要高速或者是转弯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翻车 还有可能使这个轮胎接地面的面积不平均 降低轮胎使用手名 老车难免会有比较多的问题 买到新车总可以了吧 但是才买一年的新车 怎么会被说像战车一样吵呢 来看到张华静明先生 他买了这台新车 才看一年问题就浮现 他说最困扰是他的引擎 因为他的引擎会狂抖 而且吵得跟战车一样 修了几次完全没用 那么他说啊 其实买这台车 真的是来糟蹋自己的 目前车厂也查不出原因哦 只能提供车主代步车来使用 不过专家看了看 他们认为引擎抖动的问题 其实有蛮多的车款都会发生 这道中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带你了解 您刚刚有感受到地牛翻身吗 我插不遵音消息 就在刚刚6点49分 发生规模4.9的地震 那么这个镇央的位置 是在台湾东部海域 深度25.9公里处 包含宜兰地区最大震度是两极 花莲台东都是一极 另外双北有一些感觉 还有包含南投跟榆林跟彰化 都是一极的镇度 有任何最新地震消息 东方新闻会随时为您插坡报道 我们再来看看 如果你要送洗的名牌衣服 真的要睁大眼睛仔细看清哦 新北市这名女子 她没有办法接受她的衣服 变成这样 其实也没怎么样 就是洗完之后呢 业者用了定数机 将洗衣的编号 定在她的商标上 把她名牌的logo 定出了两个洞 还造成了虚线 她气得扑网控诉 她没有办法接受 对此啊 当时的洗衣业者则回应 从来没有遇过 衣服主体没受损 还可以被消费者指控的事情 毕竟这个消费者 买的是名牌嘛 她强调呢 其实自己有处理 有诚意要处理这个纠纷 希望能够透过消机会 协调出双方满意的结果 而说到穿衣服这件事情 还没有办法圆满落幕的 就是冬奥竞速滑冰选手黄玉婷 她自从穿上了中国队服 再加上自己的主场说之后 就引爆两岸的争议 那么行政院还因此下令要求 对于黄玉婷的不当言论 进行相关的调查 还有处分 总统府随即也表态支持 或许是大量的网友 灌爆了黄玉婷的脸书的关系 所以在今天包含她的脸书 突然间关闭了 就连微博之前的呛杀文 也通通删掉了 那么目前体育署有最新的表态 强调会在两个星期内 邀集中华奥会 华兵协会等等各个单位 主要就是要针对黄玉婷之前的言行 后续相关的经费补助 召开专案会议 决定处分 而这就是当初政府的美意 却遭到民众控诉 为什么呢 台中柳川的水位警报 在昨天晚间十点多的时候 就开始大响 要求河岸步道的民众赶快撤离 这真的是好意 但是你知道这一响 响了十二个小时 就持续到了隔天早上 让周遭的民众好生气 说整晚真的没有办法睡觉 那么对此水利局也说了 其实是因为上游的水位 真的达到了黄色警戒 下游的警报当然就会响 这也是正常运作 不过他们也会检讨 整个水位警报的SOP 是不是要调整两全其美 不过接下来这些居民 才叫真正的困扰 来看到台北市大安区的 一处巷弄内 有车主他也是习惯 把自己的车停在公司的门口 这可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多次被恶意放铁钉 导具他的轮胎 就这样频繁的破胎 还好车主报警之后 揪出了嫌犯 发现是在附近上班的员工 对方还说我就是不满 这台轿车长期占用巷弄 才会准备铁钉 你可以检举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报复方式呢 事实上车主是一名 长照中心的老板 他说他很无奈 平常就把车也就停在 自己的公司门口 却为了不断送修补胎 相当困扰 而我们都知道 现在全球都在缺车 因为缺晶片的关系 但是他们认为 等的时间太久了 来看到这一名李先生 向我们电视投诉 他说他去年7月 就订了百万的进口名车 他知道要等 他被通知的是 今年过年前可以交车 他就这样一路等了半年的时间 不过到现在已经快要三月了 到现在还没有拿到车 询问原因呢 迟迟得不到回应 所以他就找了 其他二十几名的车主 组成了联合的制救会 要讨他们的新车 事实上我们问到 其他车商业者也很无奈 他说全球的晶片大缺道 我们难以想象 像是高级的手工名车款好了 至少下定要等一年以上 才会到货 现在时间通通在拉长